A聚爆冷被微博临风后暴露新问题 除了比赛中轻敌之外 太依赖中轴也被对手针对起来 奶茶很想帮助二队选手解锁首胜 结果一队的状态也受到影响 完全是得不偿失 就在昨晚 A聚经历了今年最惨痛的一场实力 在年度总决赛第二战中不敌微博 第一局A聚安排三名替补选手出场 但是奶茶选出了多位战力英雄 明显是想验证二队选手的真正实力 亦或是想要帮猫神拿一场胜利 但事实证明还是太心急了 狐神空爵还是缺乏经验 猫神的软斧也有些乏力 三加二组合还没有磨合到理想的水平 不仅输掉了比赛 还浪费了多个吃分英雄 为后面两局的失力埋下伏笔 另外一局还暴露出新的问题 那就是实在太依赖中轴 空爵登场始终亦明显打得很难受 到了第二局和第三局微博开始针对了剧中轴 长生打得很难受 一局的节奏也起不来 彻底打乱了一局的阵脚 甚至影响到了选手们的心态 因此据后续估计会进行调整 首先是解决过度依赖中轴的问题 其次是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如果三明替补选手状态不好 那么登场的那一局就果断赛马 拿一些不影响一对英雄池的阵容 输了不亏赢了血赚 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